走回停車位想把愛車開走 但看看車子前後全被機車停滿滿 害得自己動彈不得 等了一會兒都沒有人來 就怕自己移車會發生問題 只好報警處理 事發就在桃園貴山區 駕駛把車停在合法停車格內 前後都有化紅線 卻停滿微停機車導致無法開走 警方到場後表示會打給機車車主 就離開現場 留著駕駛自行在場等候 他控訴員警不只沒有開單 也沒有在現場等候機車移開 警察來了 拍了照 然後他人就離開了 那我心裡就講說 你怎麼沒有陪同我 等車主來移車 車主下來惱羞成怒 我去報警察 然後對我不利 那這下子要算誰 而且他沒有現場開單 實際詢問桃園警方表示 事後有舉發違庭 但園警只能打電話聯絡車主 不能擅自移車 也因為還有別的事要忙 沒辦法在現場等候違規車主前來 所以重回現場 這裡停車格周遭都有化射紅線 但可以看到還是有不少的機車 違庭在上面 導致說車主要進出的時候都很困難 事發地點一旁就是長庚醫院 明明周遭有機車格 但還是有人貪圖方便違庭 歸山警方強調違庭的地點 不是拖掉路段 沒辦法把車拖走 駕駛無奈苦等了十幾分鐘 才終於等到有人移車 但如果下回再發生同樣情形 有緊急狀況卻被擋住 無法開車該怎麼辦 也讓民眾打了個大問號 TVB群王金禄蘇佩宇 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